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长泰 我们开始Omiplan for Mac第十二节的课程 使用关联线来连接群组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假定呢 我们现在要举办一场会议 举办这场会议呢 我们要经过三部分 三部分来完成 首先呢 我们要租用场地 接下来呢 要布置场地 最后呢 举办会议 会议包括加密发言观众提问 比如说我们要完成整个这个项目呢 一共有七项任务 那七项任务呢 分别分配在这个三个群组里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首先看一下任务之间的逻辑关系 比如第一项 这个聪用会场 聪用会场中有三个任务 我们发现这个整理合作名单 考察并选择和签订合同的 这三个任务呢 有硬性的逻辑关系 只有我们有了名单 才能去考察并且选择 只有选择之后呢 才能和这个会场 这个提供的公司呢 签订合同 也说我们在之前已经学过了 任务之间呢 是可以建立这个逻辑关系 完成开始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其实呢 大的群组之间呢 也是有逻辑关系的 那比如第一个群组 租用会场和布置会场 当然也有硬性的逻辑关系 只有我们完成了租用会场 才能在这个指令日期呢 进入会场 布置会场 那同样呢 第二个群组 只有我们布置好会场以后呢 这个会议呢 才能举办 也说群组之间同样存在着 硬性的逻辑关系 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逻辑关系呢 就是完成和开始 完成开始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学习一下 如何在文明盘栏方Mac中实现 有如下知识点 那首先呢 我们要学会群组的展开和收缩 第二点呢 我们要学习一下 为什么要创建群组连接 第三呢 我们要建立群组之间的连接 包括手工 包括这个通过按钮 那第四点呢 我们要建立某一个任务 和一个群组的连接 虽然这种情况用的比较少 大家要学习一下 那第五点呢 我们要观察一下 群组之间进度的影响 假如说一个群组 这个整体延弃了 对后面群组什么影响 那第六点呢 我们如何取消群组之间的连接 那首先呢 请大家创建一下 这个项目的工作分解结构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当前看到的左侧的这个大纲视图 那创建之后呢 大家可以这个 把每个群组的颜色呢 单独的设置一下 这样对比起来更清晰 同时呢 设置一下每个群组的群组阴影 当你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六支点如何来进行操作 首先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群组的展开和收缩 我们看到第一个群组叫租用会场 那租用会场这个群组呢 下面包含了三个任务 我们注意到 租用会场这个群组呢 在右侧展示的是一个这个横向的大过号 代表着它包含下面这几项任务 他们是一个群组 那这个时候呢 假如我们点击这个群组名称左侧的这个三角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发现这个群组呢 收缩了 同时呢 右侧这个形状呢 由大过号变成了一个圆角的一个进度条 这时候说明了群组收缩了 这个群组呢 变成了一个任务 也就是说群组和任务是相对的 一个群组呢 可以包含多个任务 同样呢 一个群组呢 也可以代表一个任务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另外几个操作技巧 大家注意到 刚才我点击的是这个群组名称左侧的这个三角形 那同样呢 我可以点击这个右侧的三角形 那也能实现这个群组收缩展开的效果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键盘上的按键 当群组处于这个收缩的时候 我可以点击键盘上的这个向右的方向键 那这个时候呢 群组就能够展开 那这个时候如果群组处于展开状态呢 我点击这个键盘上向左的方向键 整个群组就达到了收缩的效果 那如果我们想对所有群组进行这个收缩和展开状态的 这个调整怎么办呢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鼠标放在这个左侧 或者右侧都可以按住键盘的Command加上字母A 代表着全选 那这时候呢 我们按方向的右键 大家注意到 那所有群组呢 都处于这个展开的状态 我们在方向的左键 发现所有群组呢 都处于收缩的状态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第一个指点 群组的展开和收缩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指点啊 为什么要建立群组之间的连接 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 租用会场 布置会场 举办会议呢 之间有硬性的逻辑关系啊 他们逻辑关系呢 都是完成和开始 假设我们第一个群组的这个任务啊 假设这个某一个任务 比如签订合同 他这个完成的时间呢 超出一期了 那注定会对后面群组产生影响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直接的体现出 前面群组中某一个任务 对后续群组的进度产生变化的影响 那所以呢 我们希望建立群组之间的连接 来看整体进度的一个情况 那这是我们第二支点 为什么要创建群组连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学习第三个支点 具体如何来建立群组之间的连接 那首先呢 我们先展开所有群组 全选所有的这个任务群组 然后呢 按这个方向的右键 所有群组都展开了 那展开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鼠标 滑动到这个第一个群组 这个大括号的区域 大家注意 有时候这鼠标滑动之后呢 右侧可能会没有箭头 大家找一下上下的位置 当右侧出现这个上下的双箭头之后呢 把鼠标滑动到上方 那这个连接的方式呢 其实和我们之前任务的连接方式呢 是一样的 那这时候按住键盘的左下角 或鼠标左键 然后呢 滑动鼠标 到下一个群组的左侧 这时候发现群组这个左侧呢 有一个箭头 这是我们松开这个键盘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就建立了第一个群组和第二群组之间的连接 那同样的方法 我们建立第二个群组和第三个群组之间的连接 大家看到这时候呢 三个群组之间呢 都建立了关联关系 那这个是我们建立群组关联关系的第一种方法 就是通过鼠标拖拽的方式 但有的时候呢 我们操作起来 可能觉得这个很麻烦 不好操作 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撤销一下 连按Command Z两次撤销一下 那这时候呢 我先把这几个群组呢 收缩 按Command加A 然后呢 按住方向的左键 收缩一下 大家注意 这时候三个群组呢 其实转为三个任务 那这时候方法也很简单 我先 全选三个群组 然后呢 按按钮连接 大家发现 三个任务建立了连接 那这时候呢 我再按这个方向的右键 展开三个群组 我发现这三个群组呢 就建立了连接 那接下来我们学习第四个支点 建立某一个任务和群组的连接 那我先按Command Z 撤销刚才的操作 这个时候呢 假定我想建立签订合同和下一个群组的关联 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拖拽 拖动这个关联线 然后就建立了这个某一个任务和群组的连接 但是呢 在实际的项目中呢 建立某一个最底层任务和群组连接的情况呢 比较少 通常是群组和群组进行连接 我们撤销一下刚才的操作 按Command加Z 那这时候呢 我们学习第五个支点 群组之间的进度的相互影响 那这时候呢 按住Command加A 全选所有任务和群组 然后按方向的左键 收缩所有群组 那这时候呢 点击连接 那这时候所有群组呢 就建立了连接 再按方向的右键再展开 这时候我们发现 群组之间已然建立了完成开始的连接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任务之间呢 还没有建立连接 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建立一下 第一个群组中三个任务的连接 方法呢 很简单 选中第一个任务之后呢 再按键盘的Shift 点击一下 那这时候呢 三个任务都选中了 按连接按钮 那这个时候呢 三个任务就建立了完成开始的连接 那这时候发现 当第一个群组 他们之间的任务 建立了完成开始的 这个逻辑关系之后呢 第一个群组的整体时长延长了 那这样第二个群组开始的起点呢 也向后推迟了 那我们继续操作 建立第二个群组之间任务的连接 继续做第三个群组之间这个任务连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建立了所有群组内部 包括群组之间的这个完成开始的连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做一下测试 看一下 假设第一个群组中的这个第一个任务 完成时间延期了 会怎么样 我们这个拖动 相互拖动 假设我相互拖动一天 那发现首先第一个群组的时间延长了 那第二个群组 第一个任务开始的时间呢 也相互推迟了 比如说 当群组之间建立联系之后 群组之间的这个完成开始时间呢 也会相互影响 那假定我的这个第二个任务的 这个完成时间呢 向前提前会怎么样 我们来试一下 当其中某一个任务呢 时间缩短了 这个群组的进度呢 向前提前了 那后续群组的开始时间呢 也向前提前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六支点 如何取消群组之间的连接 假定啊 我们现在就是按Command加A 全选 然后呢 点击这个中的连接 我们发现呢 不仅群组之间连接被取消了 群组这个子任务之间的连接 连接被取消了 那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只想取消群组之间的连接 但是这个群组内部任务连接呢 不想取消 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撤退一下啊 然后呢 我们Command加A 选择之前 选中这个所有任务 然后呢 先选左键啊 让它所有这个群组收缩 收缩之后呢 点击中段连接 这时候呢 我们再按这个方向的右键展开 发现虽然群组之间的连接取消了 但是群组内部任务之间的连接呢 还保留 也就是说 需要取消群组的连接呢 需要先把群组的进行收缩 那取消群组之间的连接呢 还有第二种方法 我们看一下怎么操作 首先呢 我们这个撤退啊 恢复到刚才之间群组连接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注意 我选择这个群组的名称 那这个时候 群组这一行 整个被选中了 但是下面三个呢 只是被圈起来啊 三个任务并没有被我选中 这时候代表选择的是群组这个名称 选择群组这个上一层 接下来呢 我按键盘的command 选择第二个群组的名称 那这时候呢 选择状态也是 群组名称背景变蓝 但底下这个两个任务呢 背景没有变蓝 这时候呢 我点击中断连接 我们发现 这两个群组的连接也被取消了 那同样的方法 我们设置第二个第三个群组之间的连接 点击中断连接 也取消了群组之间的连接 那以上就是我们 取消群组连接的两种方法 那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那在这节课程中呢 我们学了六支点 包括了 如何让群组展开 如何让群组收缩 那接下来我们也学习了 为什么要创建群组连接 然后呢 我们学习了 建立群组之间的连接的具体方法 包括了拖动 包括了用按钮 那接下来我们学习了 建立一个任务和群组连接的方法 然后我们学习了 群组之间任务相互影响的一个关系 这个群组之间某一个任务 向后延期了 那其他的群组 就是在这个群组之后的群组呢 也会延期 假如说这个在前面群组的任务呢 提前了 那之后群组整体也会提前 那最后呢 我们学习了如何取消群组之间的连接 希望大家呢 能在自己的电脑上呢 能够这个完整的复制 我们这节课视频中的练习 如果你能完成这练习呢 那说明你确实掌握了这一节的知识 好 谢谢大家